第六十二章 黄金铁三角的往事 上 唐三始终跟在大师身后 什么也没有问 只是静静地陪伴着自己的老师 他能够感觉到大师此时那复杂的心情 在这个时候 选择让自己的老师静一静应该是更好的事 走进树林 温度明显比外面要降低几分 清爽的空气令大师精神一震 似乎连心情也变得舒缓了几分 停下脚步 大师转向当三 淡淡地道 小三 你是不是很想问 我和二龙究竟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 为什么我会躲了他二十年 唐三点了点头 大师叹息一声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二十多年前 一名出身于名门的青年 因为自身武魂出现变异 没能继承本门的武魂传承而被家族所排斥 为了证明自己 他苦学魂尸方面的指示 研究更深的内涵 希望有一天 能够凭借知识来让世人认可自己 当他在外游历的时候 遇到了一名志同道合的青年魂尸 两人决定一起在魂尸界闯荡 有一天 他们在一片魂兽森林猎杀魂兽时 遇到了一名美丽的少女 少女孤单一人 他那活泼爽朗的性格 很快就吸引了这两名青年 三人成为了好朋友 原本两人的队伍也增加到三人同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名青年都喜欢上了那位拥有火龙武魂的少女 但因为彼此的兄弟之情 谁也不愿意表明 尤其是那因为本身变异武魂原因而无法拥有强大实力的青年 更是将这份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由于三人意外发现 彼此之间配合竟然能够施展一种强大的武魂融合剂 凭借着自身实力 他们渐渐在魂尸界闯出了黄金铁三角的名声 说到这里 大师再次叹息一声 感情这东西是会着时间而积累的 隐藏的越深 有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强烈 随着三人的年纪增大 彼此之间的感情也越发深厚 终于 有一天 那位实力不俗的青年忍耐不住内心情感的煎熬 向那少女表白了 但是 一个令两名青年都极为意外的结果 却出现在他们面前 少女一直都知道两位青年都喜欢自己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怕说出自己的选择而伤害了另外一人 此时面对有实力的青年表白 他终于无法再隐藏下去 他将两名青年都叫到自己面前 对他们说 他喜欢的是那武魂变异而实力低微 却凭借毅力和努力 拥有着极好理论知识的青年 你应该已经猜到了 那少女就是二龙 而那两名青年 就是我和弗兰德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弗兰德那极度失望的表情 还有自己剧烈的心跳声 那一刻 我突然感觉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幸福 但是 我和二龙都不愿意伤害弗兰德 一时间 三人之间变得沉默下来 如此过去了几天 陈玉的气氛令我们都有些窒息的感觉 终于 弗兰德站了出来 他在我们中的年纪最大 他说 要和我结为异性兄弟 而二龙就是他的弟妹 唐三忍不住道 弗兰德院长真是个好人 或许 这是最好的结局 大师点了点头 弗兰德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他说 他已经失去了爱人 绝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兄弟和妹妹 他发自内心地祝福我们 唐三疑惑得道 既然如此 那您和二龙阿姨应该能够结合才对 为什么会大师苦笑道 如果一切真的顺利 没有发生后面的故事 或许 我们的孩子都已经比你大了 可是 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的捉弄 将我们这所有的一切破坏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 夜晚的心格外明亮 弗兰德为我们主婚 我和二龙终于成亲了 尽管那时候 我们什么都没有 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 没有规模宏大的婚礼 可那时候 我们却都感到无比的幸福 只要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其他的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在我们三人一起喝过酒 弗兰德准备向我们告辞 打算自己出去闯荡的时候 突然来了几个人 而这几个人 我都认识 为首的一人 正是我的叔叔 蓝殿霸王龙家族当代二家主 玉罗敏 当时 他的到来令我极为惊讶 但那天 既然是我大喜的约子 而且来得又是亲切 我和这位二叔的关系也还可以 当下 赶忙高兴地将他们请进了我们的心房 说到这里 大师的情绪明显变得激动起来 可是 谁曾想到 我那二叔并不是来找我的 他的目标 竟然是二龙 什么 为什么 唐三吃惊地问道 大师继续道 在我们结婚之前 我和二龙 弗兰德一起在大陆上闯荡 彼此之间从未问过对方的身世 这是个人的隐私 我因为被家族所不容而不说 弗兰德出身于平民家庭 而二龙也从未主动提到过 我这位二叔找来的目的 竟然是认清 二龙 二龙竟然是他的私生女 唐三吃惊地瞪大了双眼 天意弄人 难怪 难怪老是会选择离开 这所有的一切 真是对他太不公平了 二龙在我教出对二叔的称呼时 他的脸就已经一片苍白 当我不敢置信地询问他时 看到他点头的动作 我只觉得 如同晴天霹雳一般震惊 我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深爱着的女人 竟然是我的堂妹 泪水 不受控制地从大师脸上流桃下 哪怕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可当初那一幕幕的情景 却永远也无法从他脑海中淡化 由于心爱之人结合中的大喜 骤然变成了大悲 那是何等的痛苦 带着哽咽的声音 大师眼神迷离 当时 二叔看到我们身上的装束 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怎么能嫁给这个废物 原本我一直以为二叔对我不错 并不会像家族中其他人那样看我 直到那时候 我才知道自己错了 原来 他也依旧将我当成废物看待 后来我才知道 二龙是我二叔 和一个风尘女子所生 因为二龙母亲的出身 二叔不敢把他带回家 在二龙出外游历的时候 他的母亲已经因病去世了 他一直被二叔在外面的地方养着 还让他跟了母性 他名字中的二龙两个字 就是他母亲为了他父亲所取 我二叔的乳名就叫二龙 不对啊 老师 如果二龙前辈是您的堂妹 那他的武魂 应该和您的家族传承一样 是蓝殿霸王龙才对 难道 难道说二龙前辈的武魂 竟然也是大师点了点头 是的 二龙的武魂也是变异的 只不过他并没有变得弱小 虽然也没变得强大 但终究还是极强的武魂 雷电便异成了 有近似之处的火焰 这就是他那火龙武魂的由来 我们之间 正是在这种种机缘巧合之下 造成了这场悲剧 当时 我像发了风势地跑了出去 那时候 我能想到的除了死 已经没有其他 二龙想去追我 却被我二叔强行拉住了 要不是弗兰德追上我 阻止了我自杀 恐怕已经没有后来的大师 唐三没有再说什么 此时连他也已经沉浸在了 大师内心的悲伤世界之中 他们都不知道 就在身后不远处 另一个人同样泪流满面 注视着他们的方向 不能自已 我能怎么样 虽然后来打消了死制 但在那个时候 二龙是我生命中的全部 你也看得到 我并不算英俊 也没有强大的实力 可他却放弃了 比我优秀得多的弗兰德 而选择了我 我是那么地爱他 可爱人却变成了妹妹 那种痛苦 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最后在心灰一览之下 我只能选择逃避 我没有让弗兰德跟着 自己一个人 就那么默默地离开了 后来 弗兰德传来消息 说 二龙和我那二叔 回到家族后就闹翻了 到处疯了似的找我 我是多么想见到他 可是 我不能 我不能毁了他的情欲 兄妹结合 是人所不容 就算我不在乎 二龙一个女人 我又怎么能让他来承受这些呢 更何况 我二叔说的也没错 我只是个废物 一个没用的废物而已 二龙和我在一起 我甚至连保护他的能力都没有 他本就不应该属于我的 第六十二章 黄金铁三角的往事 终 一年一年过去了 我甚至不敢再去打听二龙的情况 我怕自己忍不住会去找他 在浑浑噩噩之中 我只能将自己的心力 都投入到对武魂的研究之中 直到遇到你 才又重新焕发了我内心的生机 将心神寄托在你身上 这些年 我才好过了一些 我知道 弗兰德肯定是知道二龙在这里的 他并不是草率的人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 在刚刚于天斗皇家学院受过刺激之后 又怎么会再选择一所学院呢 只不过 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而已 再见二龙 只会让我更加痛苦 二龙的实力远远强于我 这次 就算想要 离开这痛苦的漩涡 恐怕也已经无法做到了 唐三看着大师 眼圈已经有些湿润了 是啊 老天对老师是何等的不公平 剥夺了他那本 应该继承的强大武魂 也就算了 竟然连他与爱人结合 也要破坏 老师 世俗的眼光 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谁说您是废物 在我心中 您才是最强大的魂师 知识同样也是力量 谁敢说自己在武魂方面的知识 比您更丰富 谁也不能 老师 您是最棒的 二龙阿姨 一直等了您这么多年 都没有选择其他人 对您是何等深情 您再这样逃避下去 只会令你们两人都痛苦 哪怕您 真的在意世俗眼光 您也可以带着他 远走高飞啊 大师痛苦地摇了摇头 不 那样对二龙太不公平了 小三 爱一个人 不一定非要得到 我更希望 他能生活得快乐 幸福 唐三此时已经忘记了 自己是学生的身份 看着大师的成语 不禁抗生道 您这样逃避 二龙阿姨就能幸福 他如果幸福 会唱出那样悲伤的歌曲 会一看到 您就哭泣 他甚至不敢用言语来试探您 就怕刺激到您 老师 是您的心太脆弱了 世俗眼光又如何 二龙阿姨一个女人都不怕 您还怕什么 您应该和他一起 勇敢地去面对这些 破开一切障碍走在一起 向您的家族 向所有人证明 你们在一起并没有错 唐兄妹之间的血缘虽近 但真的 就没有这样结合的吗 老师 您不只是在怕 二龙阿姨会 和您在一起受苦 您同样 也是不敢接受这个现实 您是在自卑啊 大师呆呆地看着唐三 嘴唇翁动 却已经有些说不出话来 虽然他和弗兰德一样 是那么的骄傲 可是 拥有低等五魂的他 内心深处 却始终是自卑的 弗兰德和二龙 都不敢说到他心中的痛楚 此时唐三在激动之下 说了出来 却正好命中要害 他说的对 你为什么要自卑 千万人说 你是废物又如何 只要我柳二龙认为 你是最棒的就足够了 小哥 你真的就不明白吗 如果我在乎我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我会一直这样找你 会一直如此痛苦 柳二龙从唐三与小刚背后不远处 缓缓走了出来 泪水不断从他面旁上滑落 看着大师一步步坚定地接近 娇言是那样的光彩夺目 这一次 大师终于再没有逃避柳二龙的目光 看着他一步步走近 大师的心跳速度明显在增加着 内心的魔障 在那汹涌澎湃的情感冲击下 正在逐渐地破裂 二十年的压抑屏障 已经无法再阻挡 他内心深处那份金子般的深情 唐三静悄悄地向后退去 逐渐没入树林之中 他知道 在这个时候 谁也不应该去打扰他们 他在内心中 暗暗地为大师祝福着 老师时常流露出的落寞 他又怎会看不见 此时 源头终于找到 如果能将其化解 让大师和柳二龙真的走到一起 那么 对于他们双方来说 都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树林幽暗宁静 唐三并没有急着回去 只是在树林中静静地走着 不知道为什么 听了大师和柳二龙之间的故事 他脑海中突然想起了小五 他的心态 并不是一个13岁的孩子 而已经是中年人的情绪 小五也是自己的妹妹 他在自己心中 究竟是怎样的地位呢 认识小五以后 唐三第一次在自己内心深处 思索起了这个问题 如果 大师和柳二龙之间的事情 出现在自己和小五身上 那么 自己会如何来解决 唐三发现 自己此时的情绪有些迷惘 也有些茫然 周围的空气突然有些冷 唐三机灵灵打了个寒颤 不禁有些奇怪地皱了皱眉 魂力突破30级 他的玄天宫 也已经修炼到了第四中 已经到了寒暑不清的地步 何况这又是夏季 怎么会觉得冷呢 而就在这个时候 唐三突然吃惊地停下脚步 就在他面前三米之外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多了一个人 一个全身绿色的人 绿发 绿毛 绿色的指甲 冰冷邪恶 宛如毒蛇一般的眼神 这突然出现在唐三面前的 赫然是白天所见 那位拥有独微封号的封号 斗罗独孤伯 唐三几乎是下意识地 就想开启自己的武魂 但是 独孤伯的身体 下一刻已经来到了他面前 也没见他如何行动 唐三只觉得大脑中一阵眩晕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而就是这瞬间的魂力波动 却惊醒了不远处 刚刚融入大师怀抱之中的二龙 什么人 刘二龙眼中金光大放 猛地从大师怀中直起身 目光朝着那魂力波动 传来的方向看去 他明显感觉到 那股不强的魂力波动内 蕴含的恐怖气息 身形一闪 已经将大师挡在身后 大师先是愣了一下 紧接着脸色大变 不好 可能是小三出事了 快去看看 刘二龙很自然地拉起大师的手 骤然加速 凭借着魂力气息 很快来到了之前出事的地方 但除了空气中的冰冷 他们却没找到任何线索 刘二龙催动自身魂力全力搜寻 却怎么也无法再找到唐三的气息 大师当机立断道 走 先回去找到弗兰德再说 这冰冷的气息有些熟悉 如果是那个人 恐怕就难办了 大师的实力虽然不强 但观察力和判断力 却比普通人要强得太多了 这丝冰冷的气息 立刻让他联想到了 白天在天斗皇家学院 见到的独孤伯 以及后来和独孤伯祖孙相见的 碧灵蛇魂师独孤燕 头昏沉沉地 当唐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 发现周围近是黑漆漆的一片 只有两点绿光 在黑暗中闪耀着阴森的光芒 墨运玄天宫 唐三体内的魂力逐渐凝聚 力量也重新回到身上 但他并没有动 大师教过他 越是危险的情况下 越要保持冷静 绝不能因为自己的轻举妄动 而陷入危机 醒了就不用装了 你真的只有13岁吗 怎么心态却向的老手 沙哑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随着眼睛对光线的适应 唐三这才借助那两点 惨绿色的光芒依稀看清 独孤伯就坐在他身旁不远处 而那两点绿光 竟然是独孤伯的双眼 翻身坐起 唐三并没有开口 只是冷冷地看着独孤伯 心中已经是一片冰凉 不用问 他也知道独孤伯抓来自己的原因 显然是来自独孤燕的报复 落在这以独为名的封号斗罗手中 自己还能有什么好下场 小子 你叫唐三 独孤伯靠在身后的石壁上 淡淡地问道 不错 唐三的回答很简单 他自然不愿意 就这样束手待毙 坐在那里 悄悄地提句自身魂力 虽然他知道 以自己三十多级的魂力 面对一位九十级开外的封号斗罗 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但如果不做最后的拼搏 他又怎么会甘心呢 独孤伯眼中绿光闪烁了一下 听说 你破了我孙女的第三魂迹 还用毒制住了他 你是怎么化解他那蛇毒的 只是烈酒恐怕不够吧 唐三淡然道 亏你这老怪物 还号称毒斗罗 难道连熊黄克蛇毒的道理都不明白吗 熊黄配烈酒 能够让熊黄的特性 完全发挥出来再加上火焰的灼烧 你那孙女的第三魂迹虽然很毒 但也并不是化解不了 独孤伯突然喋喋怪笑一声 多少年了 我算算多少年没有人敢这么和我说话了 小子 你不怕死吗 竟然敢质疑老夫的毒 你知不知道 哪怕是其他的封号斗罗 在弹起我的毒时也会勃然色变 唐三不屑地哼了一声 你的毒 不过是垃圾而已 你说什么 独孤伯眼中绿光骤然大放 只是微一抬手 唐三的身体 就被一股无可抵御的大力灌了出去 重重地砸在背后的墙壁上 剧烈的疼痛 令他险些再次昏迷过去 第六十二章 黄金铁三角的往事 下 小子 如果你敢在我面前 再成口蛇之力 就算你的毒让我感到有兴趣 我也会立刻杀了你 我的毒是垃圾 我可以在一瞬间 让千米之内生灵涂炭 寸草不生 想杀你 我甚至可以不需要动手 直接就让你中毒而亡 在这个世界上 毒属性浑尸里 还从未有人比我更强 你竟然敢质疑我的毒 唐三挣扎地爬起来 强忍着身上的剧痛 挺直腰杆 我需要和你成口蛇之力吗 那对我来说 又有什么意义 你的毒确实很厉害 但却依旧是垃圾 毒工是去毒敌人的 可你连自己都已经中毒 难道你的毒还不是垃圾吗 毒姑勃愣了一下 右手一挥 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 洞穴周围顿时燃起一圈碧绿色的火焰 在绿火照耀之下 唐三这才看清 自己身在一个方圆 进千平里的洞窟之中 毒姑勃依旧是白天的装束 此时正站在自己面前十余米外 真是笑话 我的毒会毒到自己 老夫今年78岁 从来都只有我毒别人 还从没有过别人毒我的时候 毒姑勃冷冷地看着唐三 奇怪的是 这次他并没有向唐三再出手 唐三不屑地哼了一声 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问你 没到阴天下雨的时候 你两类处是不是会出现麻痒感 而且会逐渐增强 五十盒子时各发作一次 以你现在的情况 应该每次要足足持续一个时辰以上的时间 还有 每当深夜 大约三更天左右的时候 你的头顶和胶心都会出现针扎般的刺痛 全身静攒至少半个时辰 那种痛不欲生的过程 就不需要我描述了吧 如果不是中毒 会出现这种症状 你不但已经中毒 而且还已经毒入骨髓 我只是很奇怪 你为什么还没死 你中的毒 根本就不是魂力所能压制的 你 你怎么知道 独孤伯再也忍耐不住心中的吃惊 下意识地说了出来 唐三的描述 简直如同青年所见一般 这可以说是独孤伯最大的秘密 哪怕是他最亲的孙女也不知道 此时从唐三口中说出来 又怎么能让他不吃惊呢 眼中杀鸡大胜 冰冷的杀意 仿佛要将唐三穿透似的 封号斗罗的实力实在太强了 从独孤伯身上释放出的杀器 宛如实质一般 撞击在唐三胸前 唐三蛙的一声 喷出一口鲜血 一脸倒退三步 才勉强站稳 蓝莹草在独孤伯的杀鸡压迫下 骤然释放 就连他的外腹魂骨八猪毛 也从背后直接伸展开来 释放出其胸利的气息 护住唐三的身体 果然有些门道 独孤伯此时已经冷静下来 他本以为 凭借自己已经能够实质化的杀器 击杀一个不过三十级出头的魂尸 再容易不过 杀人灭口的是 他这一生中 不知道干过多少次 却没想到 唐三竟然顶住了他的杀器 虽然吐血三口 但看上去并没有受到重创 这样的体魄 显然不是三十级魂尸 所应该拥有的 让我看看 这就是伤了我孙女的五魂 独孤伯身形一闪 已经来到唐三面前 抬手向唐三抓去 蓝莹草自行而动 唐三身上的第一魂魂 骤然闪亮 第一魂魂剂 缠绕 发动 坚韧的蓝莹草 在唐三的权力失位之下 疯狂地缠绕向独孤伯 几乎是瞬间 就将他的身体缠了个结实 但恐怖的一幕却出现了 那些蓝莹草 刚刚缠上独孤伯的身体 却如同冰雪一般的消融了 没错 就是融化 就像雪落在了火上 没有半分停顿 甚至没能让独孤伯 抬起的手 迟缓片刻 下一刻 独孤伯的大手 已经抓在了唐三的肩膀上 独孤伯的手很坚定 抓上肩膀 就像铁孤一般 唐三背后的八猪毛 几乎是下意识地同时刺出 带着尖力的破空声 刺向独孤伯 紫光薄发 剧毒已经全面启动 一 独孤伯有些惊讶 以他的实力 不需要真正碰上 身体契机的反应 已经能够感受到 八猪毛攻击的强度 与之前蓝莹草对比 要强的太多 绿光瞬间从独孤伯身上扩散 也不见他用出自己的五魂 八猪毛刺在绿光之上 只是剑起八圈碧绿色的连衣 却怎么也无法深入其中 原来如此 竟然是外富魂骨 难怪 难怪艳艳打不过你 独孤伯恍然大悟 看着唐三的八猪毛 眼中不禁流露出贪婪的光芒 一股冰冷的魂力 从唐三肩头上的大手处 传入体内 唐三顿觉全身一阵麻痹 所有的魂力 都无法再行提具 那股冰冷的气流 瞬间行变全身 令他宛如掉入冰窖中一般 尽管唐三天赋惊人 不但实力是同辈中的佼佼者 还拥有着战斗经验 和冷静的头脑 但在实力的绝对差距面前 这些都已经没有任何作用 在独孤伯的魂力面前 别说是反抗 他此时连一根小指也无法移动 独孤伯显然是一点也没 把唐三看在眼中 随手一甩 把他置到地下 有些失望的道 可惜了 居然融合了 不然这小子 倒是送给我一份大礼 独孤伯眼中 绿光灼灼地盯视着唐三 就像再看一件西式珍宝一般 贪婪之光输影输现 我不得不承认 你比我的孙女 甚至比那个玉天横小子 都还要更强 13岁 30级以上的魂力 外富魂骨 剧毒 可惜 真是可惜了 由于实力差距实在太大 独孤伯并没有封住唐三的魂力 唐三挣扎着 再次从地上爬起来 冷冷地道 没想到 我竟然会死在一个 使用垃圾毒的老怪物手中 可惜 真是可惜了 独孤伯双眼中 冒出宛如毒蛇般冰冷的光芒 你是想让我立刻杀死你吗 杀你对我来说 就像捏死只蚂蚁那么简单 不过 我不会急着杀你 人面魔珠掉落的魂骨 有点一丝 我会把你魂骨中的所有毒素都逼出来 然后再慢慢地杀死你 唐三眼中流露出一丝强烈的不甘 他知道 哪怕是用自己最新制造出来的暗器 在这个老怪物面前 也不会有一点机会 面对这样的对手 除非自己能够学会 暗器白解上排名前三的暗器 否则 结局只会是死亡 他不甘心 唐门的绝学 他还没有都学会 更没有在这个世界上 调制过唐门的剧毒 他不甘心 因为他 甚至没有去修炼自己 那第二五魂的机会 对于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他甚至比对当初的唐门 有更多的留恋 来到这个世界后 他终于接触了外面的世界 还有令他太多太多的留恋 看着唐三眼中不甘的光芒 老怪物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不甘心是不是 这样的眼神 我曾经从无数人眼中看到过 我最喜欢的 就是扼杀这种不甘 或许 给你几十年的时间 你真有超越我的可能 不过 现在来说 你已经没机会了 你不是说 我的毒是垃圾吗 可你却依旧要死在我手中 唐三淡淡地道 这才是我最大的不甘 如果给我时间 哪怕是不用五魂 我依旧可以将你置之死地 你这种垃圾的毒工 根本就是狗屁不如 不但连自己练的人不仁 鬼不鬼的 还会疑惑后代 垃圾中的垃圾 你说什么 毒孤伯的情绪 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手臂一伸 竟然瞬间延长 一把捏住了唐三的脖子 将他拉到自己面前 这一次 唐三甚至连反抗都没有 只是冷冷地看着毒孤伯 呼吸虽然困难 但他还是勉强说道 你以为自己会有好结局吗 你身上的症状会不断地加深 虽然我现在还不明白 你是如何克制住这剧毒 不时其发作的 但你 无非是吃过什么 天才地宝的东西 而那天才地宝 也不可能帮你一辈子 过不了几年 就算你不被毒死 也要被毒素反噬 带来的痛苦折磨死 你会比我死得更惨 独孤伯眼中 闪烁着阴晴不定的光芒 唐三所说的一切 正是他现在最大的痛苦 在强大的实力背后 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 每一次那折磨 都令他生死不能 那种痛苦 根本是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第六十三章 冰火两一眼 上 你能解我身上的毒 独孤伯终于丢下了自己的面子 忍不住问道 唐三淡淡地道 能解我也不给你解 你只会比我更惨而已 杀了我吧 你自己或许已经不怕死 毕竟 人活七十古来兮 可惜 你那如花似玉的孙女 恐怕撑不了 你这么长时间 他也更未必 有你这样的毅力 来忍受逐渐增加的痛苦 他的毒指会发作得比你更剧烈 因为他是从娘胎开始 就被这种毒素所禁魔 为了生存 唐三开始做着最后的努力 当初 在第一次见到 碧灵蛇魂师 独孤燕的时候 从独孤燕的外貌上 他就有所怀疑 因为据他所知 在这个世界上 并没有像独孤燕那种 发色也眼眸的颜色 再加上后来独孤燕使用的 碧灵蛇毒 已经让他有所判断 今天再见到独孤燕的爷爷 眼前这个老怪物 唐三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独孤燕固然继承了 他爷爷的武魂 拥有强大的毒能力 但也同时继承了毒素的反噬 唐三每一句说的都是事实 哪怕是独孤伯这样的孤傲之辈 也无言反驳 松开手 独孤伯任由唐三 从自己手中滑落 冷冷地看着他 你凭什么让我相信 你能够解除我身上的剧毒 唐三这次索性不再站起来了 就那么盘膝坐在地上 我需要向你证明吗 反正你也要杀了我 你这种人 活在世上也只是祸害 我要是救了你 不过是助纣为虐罢了 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 独孤伯可以不在意自己的死活 却不能不在意自己孙女的未来 独孤燕才刚刚二十岁 还有着美好的未来 更何况 在独孤燕之前 他已经品尝过 亲人丧生的滋味 他绝不想同样的情况 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 独孤伯一身完毒 可单单对自己身上的剧毒无可奈何 他也做过无数尝试 换来的 却只是更大的痛苦而已 脸上殷勤不定之色见浓 独孤伯缓缓缓将双手背在身后 话语中 声调变得缓和了几分 听燕燕说 你叫唐三 对吧 大丈夫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不错 唐三冷然昂首 独孤伯不屑地哼了一声 一个十三岁的小毛头 还大丈夫 行了 我也不和你废话 如果你真的能够解除我和我孙女身上的毒 那么 我不但可以不杀你 而且还可以答应 帮你做三件事 三件不触犯到我底线的事 唐三淡然道 你不杀我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想杀我 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你这种人 恩将仇报 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独孤伯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眼前这个看去才十几岁的少年 竟然会如此难缠 不禁怒道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独孤伯的名声 虽然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好人 但却极重信我 还从没有人敢 如此蔑视我的诚信 唐三闭上双眼 这只是你自己的空口白话而已 除非你发下毒誓 否则的话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独孤伯眼中凶光暴闪 险些就要忍耐不住 但一想到自己的孙女 他终究还是 强行将怒气压下 可以 只要你能证明 能够解除得了我的毒 我就发誓 生机终于来临了 唐三也是暗暗松了口气 背后的衣经 却已经湿透了 只要是人 都会怕死 唐三也不例外 尤其是死的没有任何价值 更是他所不愿的 再次站起身 收回背后的八猪毛 你想让我如何证明 独孤伯收敛眼中凶光 证明你用毒的能力比我更强 我就相信你 在他的潜意识中 对唐三充满了不信任 毕竟 正面前的少年 才13岁而已 一个13岁的孩子 再毒的造诣 难道能和静音词 到几十年的自己相比吗 但唐三的话 却正好说中了他的命门 而且说起 他身上的症状分毫不差 面对这样的机会 毒孤伯也不得不试一试 杀不杀唐三 对他来说没什么关系 就算唐三天赋再好 想要达到能够威胁他的程度 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几十年后 他恐怕老都老死了 还有什么可怕的 如果真的能够解毒 尤其是接触自己 孙女身上遗传的剧毒 对于毒孤伯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 唐三双手摊开 无奈地道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如何证明 用毒的能力比你更强 毒孤伯冷冷地道 这个好办 这里是我的别府 各种药物种植广泛 你想要什么 自己去找就是了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一天之内 你自己自行配置各种解药 一天之后 我会对你下三种毒 只要你能用自己配置的解药 顶住我下的毒 就证明 你有给我解毒的资格 否则的话 你就去死 一天之内 配置解药 听起来时间似乎充裕 可实际上 毒药有千万种 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性 毒孤伯这种玩毒大师 所下的毒 更不会普通 要在一天时间内 配置出能够低于他所下的毒 这样的难度 绝对是巨大的 在毒孤伯想来 唐三一定会和自己讨价还价 争取更过的时间 甚至是拖延时间 但是 唐三的回答 却令他有些惊讶 甚至对唐三增强了几分信心 好 带我去你的药谱 一天之内 不要来打扰我 谈谈身上的尘土 唐三从容地答应了毒孤伯的要求 毒孤伯上下扫视了他一眼 转身向着洞穴外的方向走去 跟我来 出了洞穴 唐三才发现 这是一片茂密的大森林 而他们此时所在的 是森林中 一座高约五百米的山丘上 此时因为是夜晚 无法看到外面太多的景色 毒孤伯如履平地一般 顺着山路向上攀登 看上去 他似乎走得很慢 但每一步迈出 都在十米开外 而且每一步的距离都极为均匀 整个人在登山的过程中 就像是垂直上升一般 唐三赶忙提具魂力 跟在毒孤伯背后 他当然不会以为 出了洞穴就能够逃离 在封号斗罗面前想要逃走 那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很快 唐三在毒孤伯的带领下来 到了山顶上 到了这里 唐三不禁被眼前的地势吓了一跳 面前竟然是一个到锥形的山坳 他们所在的山顶 是这山坳的边缘之地 浓浓的热气从山坳之中冒起 热气十分湿润 还带着几分硫磺锁特有的味道 这里有温泉 唐三忍不住惊讶说道 毒孤伯瞥了他一眼 小子 你懂得倒是很多 唐三道 我总不至于连温泉的味道也不认识吧 你这要谱 难道是在温泉边缘 这倒是个好地方 温泉本身并不适合自养植物 因为其中蕴含的矿物质太多 但有些特殊的植物却不一样 它们需要的 正是温泉中的矿物质以及热量 据唐三所知 有不少种剧毒的植物都是如此 跟我来 毒孤伯身形一盏 直接从面前漆黑看不到底的山边跳了下去 由于浓雾和夜晚的原因 再加上悬崖的陡峭 只是眨眼之间 毒孤伯的身影就已经消失在水雾之中 他再故意为难我吗 唐三眼中闪过一丝傲然 毒孤伯 如果你以为这样就能难住我 那你可想错了 紫光从背后闪动 八珠毛再次释放而出 唐三没有像毒孤伯那样腾身跳下 八珠毛中靠下的两毛 同时向下探出 蹭的一声 插入山壁之中 紧接着八根珠毛轮流发力 带着唐三 就那么贴着山壁 如履平地一般向下急行 八珠毛凭借着他的锋利 再加上猪腿的特性 可以无视地面上绝大多数地形 这种陡峭的山壁 或许能够难得住别人 却难不住八珠毛 毒孤伯落入山中时 心中不禁有些得意 小子 你不是拽得很吗 我看你怎么下来 要是逃走了 无非就证明你也只是个懦弱的小辈而已 当然 如果唐三真的跳下来 毒孤伯是不会让他受伤的 凭借他的实力 接住唐三 只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随着唐三表现出的冷静 和自身的实力 毒孤伯对这个少年 已经越来越有兴趣了 从他身上 毒孤伯看到了不同于普通少年的成熟 还有一种特殊的特质 运筹帮上没有看到唐三跳下来 毒孤伯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有些失望 心中刚想着 这不过也是个懦弱的孩子时 却见一道身影 正快速地顺着山壁而来 以他的视力 自然不会看不清那身影的情况 第六十三章 冰火两眼 中 这外附魂骨还能这么用 毒孤伯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但他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看着唐三背后的八猪毛 飞速律动 一会儿的功夫 就来到了自己面前 有着子吉魔童的存在 在夜晚中 唐三的实力并不比毒孤伯差多少 唐三并没有去看毒孤伯 而是将目光 多向了面前山谷内的情景 令他有些惊讶的是 眼前山谷内的温泉 与他想象的并不一样 温泉面积并不大 但却分成两块 椭圆形的水潭中 温泉水的颜色 竟然分别是乳白和珠红 更为奇异的是 他们虽然在这同一水潭之内 但却精畏分明 彼此之间互不侵犯 始终保持在自己一侧 那滚滚上的水蒸气 正是有两种温泉之间的位置 所产生的不断地升腾而上 直到山口的位置 才栩栩散去 这 这是唐三看着眼前一幕 身体因为激动 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会在这个世界 看到如此瑰丽的一幕 虽然他以前从未见过 可是 在他记忆之中 却有着一个类似的情景描述 玄天保禄的暗器白解中 除了暗器以外 专门有一篇关于毒的秘录 里面记载的 都是一些极为珍奇的药物 有剧毒的 也有天才地宝一类 而在这篇秘录的最后 详细记载着三大聚宝盆 这所谓的聚宝盆 指的当然不是黄白植物 而是对于药物来说的聚宝盆 也是三种特殊的天然环境 在三大聚宝盆的环境下 普通植物是根本无法生长的 因为普通植物 不能适应那特殊的气候 但三大聚宝盆 却是所有珍稀植物的衍生地 而且 会让这些珍奇的植物生长时间 以十倍级的缩短 简单来说 如果一株灵芝 生长在三大聚宝盆 任何一地十年 就会有百年灵芝的效果 三大聚宝盆拥有的得天独厚条件 乃是中灵天下之秀 天地灵气所聚集之所 而眼前的景象 不正和玄天宝录中 形容的三大聚宝盆之一 一模一样吗 冰火两一眼 这竟然是冰火两一眼 冰火两一眼 指的是眼前这得天独厚的全眼 一眼双生 两一互克 千万年也未必能够形成一出的宝地啊 一生之中 能够见到天地精华凝聚之所的 三大聚宝盆之一 唐三又怎能不激动 此时他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眼前的老怪物 在自身毒素 那样强烈的情况下 依旧能够活下来 还能够修炼到封号斗罗境界 这和眼前的冰火两一眼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冰火两一眼不仅仰物 同样也对人体 有着极其特殊的作用 一旦人类或者动物 在冰火两一眼旁边生活 那么 短时间内 身体就会被两种 极端属性的天地灵气冲击 如果不能及时离开 必定会暴体而亡 可对于像独孤博 这样一身剧毒的人来说 却有着天大的好处 极热与极寒 对毒物都有克制作用 而冰火两一眼 这种天才地宝所在之地 对毒物的克制 更是极其强烈 否则 也绝不能让各种真奇植物 同时生长在这里 有着冰火两一眼的压制 毒孤博的身体 才能够一直压制着 体内的剧毒 不会发作 冰火两一眼的特性 本身是对周围植物的保护 却成了毒孤博 护身保命的好东西 冰火两一眼 你在说什么 看着唐三 唐三勉强平复着 自己激荡的心情 尽可能不让自己欢呼出来 没什么 我只是没想到 居然有这样一个 好地方存在 如果说 原来我对治疗你的毒 只有三成把握 那么 现在有了这冰火两一眼的存在 我的把握 可以提升到五成了 你说什么 只有五成 毒孤博言语中 顿时流露出不善之意 小子 你一直都在骗我 唐三冷冷地道 我有骗你的必要吗 你的身体被毒物 禁营了这么多年 能有五成治好的几率 已经是最高了 不过 就算不能治好 也足以缓解你身体的痛苦就是 至于你那孙女 甚至不需要这冰火两一眼的帮助 我也有治好她的把握 毒孤博的脸色 这才变得好看一些 指着冰火两一眼周围 道 我所有的药物都种植在这里 各种毒药 不要皆有 你使用可以 但如果你敢 把我这里破坏了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我放宽一些时间给你 后天清晨 如果你不能通过我的考验 那么 就是你的默约 当然 你也可以尝试着逃跑 不怕告诉你 这里是一片很有名的浑兽森林 除了这座山 被我的毒阵所封 浑兽不敢入内以外 外面都是至少千年级别以上的浑兽 你要是逃 根本不需要我动手 浑兽也会将你撕生碎片 说完这些 毒孤博腾身而起 脚尖在山壁上一点 宛如大鸟般 朝山口上方生腾而去 随着远离的身影 他的声音却再次清晰传下 小子 记住 不要去碰那两种温泉 那里的炽热和急寒 哪怕是我也不能承受太长时间 你要是接触了 就只有死路一条 看着毒孤博 渐渐消失在水雾中的身影 唐三嘴角处 逐渐勾起一圈弧线 还用你说吗 我又不是去自杀 怎么会让自己去 轻易捧冰火两眼中的泉水呢 要知道 那可是天地间 致寒致热之地 毒孤博走了 唐三再也不用去 压抑自己心中的兴奋 快步走到冰火两一眼中 火红色的温泉水一边 奇异的是 这平静的温泉水面上 并没有任何温度的气息存在 唐三当然不会 被这表象所蒙蔽 这看上去平静的红色液体 其温度却足以和岩浆相比 要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去 碰触它 那么 哪里碰到 哪里就会直接被烧到消失 深吸口气 唐三知觉的自己心脏跳动的速度 不断加快 那种无法抑制地激动在这一时 还是第一次出现 哪怕是在前世 也只有在他制作出佛怒唐莲时才有过 工具双眼 子击魔童发动 金银的紫意凝聚在眼眸之中 在玄天宫的权力作用下 眼前的一切变得分外清晰 尽管自水雾朦胧之间 借助天上星月之光 唐三还是能够基本看清周围的一切 冰火两眼周围 遍布着各种各样的植物 千姿百态 看上去就像一个植物的乐园 而这里的植物 却无不是珍惜植物 只是一眼望去 唐三就已经有些目瞪口呆了 就在他面前不远处 靠近乳白色温泉边缘 有一丛看似像小虫一样的东西 唐三小心翼翼地蹲下身体 仔细观看 内心顿时充满了强烈的震撼 这 这是雪残 东虫下草中的极品 雪残 他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东西 心跳的速度 似乎更加快了几分 唐门已读闻明天下 对于各种药物研究极为透彻 皆使无数代唐门中人的心血结晶 作为外门弟子 当初唐三虽然无法学到内门的精髓 但对于各种药物的了解 却是极为深刻的 因为他在制作激阔类暗器的时候 经常要脆毒 不论是毒药 解药 都无比精通 否则他又怎么能一眼就看出 毒斗罗毒孤伯 被自身毒素反噬呢 虫草本身就是一种极品药材 所谓的东虫下草 简称虫草 其实是一种虫生菌 低等寄生菌类植物 这种虫草真菌 冬天寄生在灵翅类昆虫 生活在高山上的鹅类 蜂类的幼虫 蛹或成虫体上 侵入它们的体内 吸取养料 带菌丝逐渐沿充满了虫体 幼虫就僵硬而死 到夏季 真夏季 真菌包子在死虫体内繁殖 从虫的头顶上 长出带有一个棍棒形状的子尸体 这种是虫草 虫草也一而得名 而血残则是对虫草终极品的 另一种称呼 这种虫草外表灰白色 尚有环纹 全身有足八对 以中部四对最明显 智光故意折断 断面略平坦 白色微带黄 子尸体细长 深棕色至棕褐色 呈圆柱开 一般笔虫体长 顶部有稍棚大的包子 外色黄亮 内色白 丰满肥大 不但比普通虫草要大 功效也要好得多 此时呈现在唐三面前的血残 比它印象中潜意识的血残 要足足大了一倍以上 这一丛至少有树精之多 虽然血残 还算不上天才地宝 但如此质量的 唐三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 紧接着 唐三又注意到 血残旁的另一株植物 此屋外皮黄褐色 断面黄红色 单叶护生 叶柄细长而弯曲 叶片卵状星形 仙端见尖 夏季从叶叶开出黄绿色 而聚紫般的小花 曲折条形 十分奇异 第六十三章 冰火两眼 下 这是珠沙莲 居然能长得这么大 与虫草的滋补不同 珠沙莲性喜阴寒 本身寒性很强 克灶热 也是一种珍贵药材 对于火毒治疗有奇效 不论是血残 还是珠沙莲 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如果是平时 见到这两种药草 恐怕唐三 直接就会被它们所吸引 但此时此刻 它却无暇仔细观察 因为它的目光 很快就被一股 淡淡的香气引了过去 那是一朵淡粉色的大花 无叶 经长三尺 花朵极大 直径足有银齿 每一片花瓣看上去 都像水晶一般 晶莹剔透 淡粉色的花朵 随着水雾轻轻摇摆 生长在红 白两色泉水相交出的暗旁 唐三此时距离这朵花 还有十余米的 却依旧能够问到 那股淡淡的幽香 花蕊是淡紫色的 就像一颗颗紫色的 钻石镶嵌在那里 香气传得虽远 却并不浓郁 淡淡的清香 宛如厨子体香 一般动人 当唐三看到 这朵粉红色的大花之时 整个人不禁有些呆滞 因为还有一段距离 一时间 他也没有认出 这种花究竟是什么 下意识地快行几步 来到大花旁 清秀 花香依旧 并没有因为它的靠近 而变得浓郁 依旧是那种淡淡的清香味道 沁人心脾 令唐三原本因为 在这冰火两一眼旁 开始有些不适的身体 得到了些许缓解 这是什么花 感觉上似乎有些奇怪 唐三隐约觉得 这种花在自己脑海中 是有印象的 可一时之间 却又有些想不起来 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眼前这朵花 并不是天才地宝 而是一株真正的鲜品 唐三下意识地转过身 想要去看看其他的药材 就在他刚刚转过身时 突然看到了奇异的一幕 原本周围近是黑暗 可此时却都变成了一片粉红色 这粉红色的光照 大约有直径十米左右 颜色很淡 但唐三的子鸡魔童 何等敏锐 他立刻就判断出 自己并不是眼花 再回身看向那朵大花 他这才发现 这淡粉色的光照 正是以这朵大花为中心形成的 脑海中阻塞瞬间贯通 灵光闪现之间 唐三冲口而出 叫出了这种花的名字 幽香起落先品 没错 就是幽香起落先品 唐三的心 已经开始有些颤抖了 雪藏和珠沙莲 他以前毕竟还见过 虽然品质不如这里的那么好 但终究也是可见之物 可眼前这株悠然摆动的 粉红色大花 却是他前所未见的西式先品 乃是玄天宝录中 最后那秘录中记载的宝贝 唐三几乎可以肯定 眼前这株幽香起落先品 乃是冰火两一眼孕育而出 而绝不是被老怪物独孤伯 移植而来的 幽香起落先品 乃是百毒克星 有中和一切毒素的作用 它本身并不能解毒 但却能够克毒 唐三此时所看到的淡粉色光照 正是他所能克毒的范围 而这层粉红色 在光照外是无法看到的 幽香起落先品香气清幽淡雅 在他所在的范围之中 任何毒物皆无作用 其香气有中和百毒的作用 当然 如果在进入他这香气范围之前 就已经中毒了 那么幽香起落先品 也将毫无作用 可以说 它是一株最好的防毒仙草 只是可惜无法解毒而已 唐三之觉得自己大脑有些发晕 原本他以为 像这种先品质宝 只是传说而已 却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能够在此处得见 有了这株幽香起落先品载 老怪物独孤伯的毒素释放 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深吸口气 唐三飞快地在冰火两一眼周围绕了一圈 仅仅是粗略地观察 他就已经看到无数珍宝 就连九品龙汁这样的宝物也有 唐三至少已经看到了七八种先品药草 上等的药材更是不计其数 在这些药草之中 有毒的虽然占据了一半以上 但有益处的却也不少 就像冰火两一眼中的两汪泉水一般 在此分庭抗礼 简单地看了一遍 唐三的心反而渐渐平静了下来 如果换个知道这些药草功效的其他人 恐怕已经迫不及待地 要将那些天才地宝往自己嘴里塞了 但唐三却绝不会这样做 曾经在唐门的他 深知这些天才地宝的作用 同时也知道他们的可怕之处 如果使用不当 先品也会变成要人命的剧毒 这些天才地宝级别的药草 本身药性都极强 如果服侍多了 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无法挽回的副作用 想到这些时 唐三不禁对独孤伯安安佩服 他知道 独孤伯对于这些药草 或许了解得不像自己这么清楚 但应该也知道 在这些药草中有益处的不少 但他却能忍住并不服用 可见其对药物还是有一定研究的 此时 唐三盘稀坐在那里 将自己脑海中 玄天保路内秘录的记载 默默地复习了一遍 这些年过去 因为并无应用 他脑海中的记忆 已经有些淡化 此时必须要先认真地回忆一下 否则 要性判断稍有差错 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天渐渐地亮了 当黎明的曙光 从远处天边徐徐出现时 唐三也随之睁开了双眼 独孤伯的话说得漂亮 说是要给唐三多一晚的时间 可其实也只是多一个时辰而已 他带唐三来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是后半夜时分了 阳光渐渐出现 冰火两一眼中喷涂的水雾 并不能遮挡天光 宛如一条白色的雾龙 鸟鸟而上 在空中盘旋激荡 天亮了 唐三眼前能够看到的一切 自然也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嘴角处流露出一丝微笑 手掌在腰间24桥明月夜上 轻轻一抹 已经多了一柄 寒光闪烁的匕首 缓缓朝着冰火两一眼中 寒急阴泉旁的药草走去 这个时辰的冥想 唐三想的 不只是这些药草的资料 同时也在思考着 自己要如何才能 应付过眼前的局面 那独孤伯究竟守不守信用 唐三也无法肯定 所以 不论什么时候 他都必须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随着对药草功效的回忆 此时他心中已经略有定计 很快 唐三来到一株白色的药草前 停下脚步 此时 唐三已经全力催动起 自己体内的玄天弓 皮肤表面都浮现出一层淡淡的白雾 打通了充脉之后 他的玄天弓 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 不只是魂力提升 同时 本身也变得更加纯净 尽管有玄天弓护体 此时的唐三 身体还是在不断地颤抖着 因为 他正承受着极寒之气的冲击 那白色药草顶部 看上去像一朵白色的大花 八角状 中央如同冰晶一般地 闪烁着点点花蕊 没有任何香气流露 而他所在的位置 正是寒吉英泉一边的中心点 不敢再等待犹豫 唐三手中匕首飞速挥出 同时身体快速后闪 眨眼已在十米开外 匕首寒光过处 八角白色大花阴身而落 叠在药草之间 刹那间 一股寒气弥漫出 周围的药草上 都挂上了一层淡淡的白霜 这种药草 虽然也是先品 但它却并不是有益的 正相反 它乃是西式剧毒 唐三相信 哪怕是独斗罗独姑勃那样的强者 也绝不敢一直在他身边 此物名为八角玄冰草 其寒花品 能使人心寒意冷 中枢麻洞 此草十米之内 冷气逼人 时间稍长 就会寒毒攻心 无药可治 别说是吃 就算是在他旁边 都要倒霉 想要摘下它 必须用金铁之物方可 唐三割下八角玄冰草后 并没有在这边停留 也没有去捡起它 而是飞快地跑到 冰火两眼的另一边 炽热羊泉的中心位置 这一次 他的目标是一颗 宛如白菜样式 却通体火红的植物 由于片刻 唐三还是站在 距离他十米外的地方 缓缓提起双掌 伴随着玄天公的凝聚 手掌渐渐变成了 纯白的玉色 玄玉手发动 为了让自己行动得 更加快速 唐三从背后 释放出了外腹魂骨 八猪毛 三米长的八猪毛 几乎只是一旦一落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 那株火红色的药草旁 唐三控制着八猪毛 将自己身体下颂 双手集挥而出 从根部将这株 火红色的药草 挖掘了出来 只是完成了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 八猪毛就飞速地再次弹起 带着唐三的身体 远顿十余米开外 唐三看向自己的双掌 脸上不禁一阵苦笑 此时 他的双手掌心与手指处 都已是皮开肉绽 玉色渐渐褪去 玄玉手 连利刃都无法伤害的玄玉手 竟然在挖掘一株植物的过程中 被烫伤至此 如果再前世唐门 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 和之前那极寒的 八角玄冰草正相反 唐三这次摘下的 却是一株拥有顶级火毒的剧毒仙品 烈火性胶疏 此物只生长在炽热之地 哪怕在岩浆中也能生存 所有作用 都和八角玄冰草正好相反 蓝紫色的光芒 从唐三身体周围奔涌而出 在唐三的控制下 两根蓝蚓草同时甩了出去 目标 正是那两株各走极端的 鲜品剧毒之物